7月29日,一枚恐龙足迹化石现身福建南安水头镇,并被英凉石材自然日式博物馆收藏。 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邢利达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称,该足迹化石西亚洲首例暴龙类足迹化石,长度达58厘米左右。 在中国发现的暴龙类其实也是非常的有限,而在恐龙时代的最末期,最大型的暴龙类,在中国发现目前只有在江西杠州发现过一例。 然后在另外的发现就是在美国加拿大,但是中国或者亚洲从来没有发现过暴龙类的足迹。 据介绍,该暴龙类足迹化石发现于江西杠州一处施工现场,曾一度流落门间,几经周折被南安英凉石材自然日式博物馆收藏。 我们发现之后,就跟中国地质大学的邢老师,他是我们的科技研究员,就特别是恐龙中生代方面的,我们会直接跟他联系。 它组织美国克罗达大学的足迹馆的馆长,我们一起讨论,然后通过地层,通过动物群,通过这个形态学方面,我们最终能确定它是一个暴龙类的足迹。 而且是唯一一个确凿证据的亚洲发现的第一个暴龙足迹。 从现场展示的足迹化石可以看到,其表面颜色呈红褐色,可见三只印记,行李大表示,因保存条件相对立,恐龙的骨骼化石与足迹化石很难在同一区域被发现,从而增加了确定足迹造记者的难度。 那我们这次非常幸运可以推断它是由哪一种暴龙类留下来的,那么它跟江西南部发现的前周龙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推断它的体型,大概八九米左右,跟当地发现的前周龙的化石比较接近。 而且两个化石产地只间隔30公里左右,所以我们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知道暴龙类的足迹可以由哪一种暴龙留下来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研究恐龙骨骼跟恐龙化石的这个对应关系也很有帮助。 据了解,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计划将该暴龙类足迹与该馆其他大量珍贵的各类足迹化石一起陈列展示,向民众介绍恐龙足迹的有趣故事。 博物馆真正的意义就是除了展示功能以外,它一定是一个知识体系的介绍功能,就是我能给所有的来的参观者能够有一个知识架构,知识体系的表达。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能够给夏大合作,给地质大学合作,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石材的发展历史,石材的故事。 感谢观看